积压了一年半两年左右的房源 现在都在进入市场 整体来讲市场的销售 现在是比以前的难度其实更大的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每一播 那王总 加拿大央行在经历了两次的降息 6月份7月份 目前的隔夜差级离席是到达了4.5 好像市场在6月份 整个的一个销售量有上涨 7月份是持平 那我们关注最新的7月份的一个 魁神经纪人学会的一个数据 大蒙地区在7月份同比的话 Total Sales是上涨了10% 销售更多了 但是它的New Listing上涨了14% 感觉好像是说我卖了更多 但是我新进的房源也更多了 是的 这个一个情况的话 对我们现在买卖是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您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跟之前我们之前的月节 其实还是一个延续性的 那市场是在一个恢复的状态 但是依然是新进的房源 因为积压了一年半两年左右的房源 现在都在进入市场 所以整体来讲市场的销售 现在是比以前的难度其实更大的 所以确实是在现行市场 要及时调整自己的销售策略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团队的销售策略是如何的呢 对首先啊 我们团队在7月份呢 是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绩啊 之前我们20天内我统计了一下 我们已经成交了有10单 对所以这个销售业绩是非常不错 在现行的一个市场下 主要因为我们及时改变了我们的这种销售策略 对那我也注意到现在好像魁省经纸人 我们同行的经纸人好像拿盘数量都挺多的 对的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现在呢这个市场发生一个变化 以前呢大家都是想拿到更多的listing 拿到更多的listing呢 才会成为这个市场作为经纪人的一个使用者 没错 在现行市场 拿listing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priority了 因为你是否能卖出去之后 关键的 我们的同行都拿到了很多的listing 但是呢我也发现了 很多人现在都是很难卖掉他的listing 所以在前期的对房源的一个筛卷定价 以及后期的推广当中 还是很见门道很见专业性的 对的这个很重要 那王总我们也注意到说 美国今年要进行一个总统大选 目前的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有下降 在两天九左右 大家都在预期着九月份美联储会降息 会联动到加拿大的央行 也可能做降息的一个调整 这个对我们未来是一个利好消息吧 对的对我们是一个重大利好 要知道每家之间是有这种 这个互惠的贸易协定的 所以如果加拿大单方面降息 美联储不降息 会对加拿大的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如果美联储也跟进 那这样我们房地产市场 在未来的六个月 回归到一个正常市场的一个势头 对那您预计下一波的买卖交易 房地产的高峰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我预计应该得到明年年初到中旬了 短时间内依然会是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阶段 对而且呢现在利率呢 虽然降了0.5个点 但是依然还是比较高的 很多人还属于官旺 还有一点我们这边有换房计 对普遍是在每年的六七月份换房 很多人没有买房 他的租房的租约也到明年的中旬所有 所以到那个时候如果利率降的足够多的 那可能在暑假的时候会有一个高峰期 我们近阶段也接待了很多国内来的新移民 甚至有一些新移民现在已经买房了 他们可能也是想在这个比较好的高利率时代 能跟这个价格进行一个博弈的情况下出售 拿到一个好的deal 对吗 是的 我们也注意到是说好像现在的一个成交 绝大部分可能都是集中在一些刚需客 对的 他们买来自助的 或者是有很有性价比的那种投资客会入场 对现在投资客非常的少 刚需的比较多 是从魁省经纪人学会的官方数据来看 好像同比也好 环比也好 从别墅类的plex的 他们增长好像幅度也不是很大 对 是的 因为现在的市场虽然成交量上来了 但是也有很多的新的房屋进来 有更多的库存 所以造成现在的价格反而没有去上升 甚至局部地区的很多市场的价格是在下降的 其实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比以前更激烈 比去年的最低迷的时候反而更激烈 在这几个月其实因为有很多的新移民的登陆也好 或者马上八月底留学生会重返加拿大也好 那么好像这两个月的租赁市场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也好像发现是说租金有略微的下降一点点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来分析 对最近一个是买卖市场开始恢复租房市场会有所下降 但是我可以讲租房市场较于前些年 它依然还是很火爆的 对 只是说现在租房市场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了 而且到明年如果是返卖市场进一步恢复租房市场的状态 肯定是要往下降的 还有现在的新房的供应量开始增加 因为最近有大量的项目交房 对 新房交付 对 像费股广场 Mastry啊 Imperial啊等等等等这些类型都在最近在交房 造成市场进入的供应量也是大幅增加 所以现在的租房市场确实是会有一些轻微疲软